这名言姓男子为了供养原配跟小三是姓女子 还有小四林姓女子 他透过了外遇良女在三峡大学城附近出租套房制毒 而警方前天的逮货言姓男子还有三个这个小三 之后呢一同要前往小四的住处 结果呢林姓女子听到了叫门声 他还全身赤裸的躲在门房后 打算呢要给男朋友一个惊喜 但是没想到打开门一看到了竟然是警察 让他脸色大变 而警方呢先是在失信租屋处呢 逮货了言姓男子还有失信女子 随后呢前往了小四的租屋处 但是呢言姓男子呢向警察说 小三小四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请警察不要带着小三共同前往 怕两个女子会当场打起来 让原警也啼笑皆非 不过两个事后呢在警察局倒是呢 那么第一次见面还帮对方刮杀呢